好 所以刚刚讲说 希姆跟前夫离婚几十年了 那两个女儿跟着他生活 儿子是跟着前夫 双双从此就没有联络了 那去年十月底 前夫的公司忽然寄了一封信 给长子跟小女儿 提及这个前夫 有一笔五十万台币的遗嘱金 没有人领取 那这时候希姆才知道说 我的前夫已经在二零一三年过世了 换句话说过世九年了 事情都不知道 这大女儿就是这个希姆 在去年六月病逝 那希姆就赶紧请小女儿 调阅财产清单 才发现前夫过世以后 把大概六千万的遗产 全部过户道 第一顺位继承人 也就是C女的名下 死讯却没有人知晓 遗体也不知去处 请教一下雷律师 C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其实理论上第一顺位继承 应该是三个小孩 今天唯一一个 我也是看不懂的点 就是第一个疑点 那不是说儿子跟着前夫生活吗 儿子怎么会不知道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唯一一个可以说明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希姆 有没有再婚 因为再婚的话 通常都会 再婚的这个老公 会去单独收养 他的那个小孩子 可是这个我讲不通 就是他怎么可能只收养小女儿 不收养大女儿 又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这边 他这个可能 也是有一点问题的 这样子 那为什么是 爸爸走了 然后只有大女儿知道呢 就是他当然知道 他可以先去办 比如说完税过户 就是没问题 但理论上过完户之后 那个钱还是要去做平均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爸爸走了嘛 走了他还有一个儿子 对不对 就是这个儿子 有通知他的大姐 大姐才知道说走了嘛 然后钱才 那个钱才六千万才给他嘛 应该是这样嘛 对 那没有通知生母 跟这个另外一个女儿 这个就要看他那个 可能他那个过世的时候 那个就是 这个后世是谁在办 通常的话你只 一般人都是觉得 有一个人出来办就好了嘛 对 这叫所谓的这个遗产管理人 应该这个 可能上面没有写很清楚啦 那我们我会觉得说 说不定是儿子是跟爸爸生活的 但是儿子是盼跟你生活 但是他不见得一定会想要跟你住 说不定他早就已经离开 也跟爸爸感到没联络了 那女儿是跟 盼给跟妈妈一起生活 但是问题是如果他跟妈妈是 他不喜欢妈妈 或是跟妈妈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很可能也会回到 生父这里 因为他虽然不是盼给生父 但是他也有可能会到生父 那有时候可能是生父在过世这段时间 说不定是心里在照顾的 他才会去办这些 那那个儿子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他就是 虽然判给爸爸 但是问题可能他根本就没有 跟爸爸一起 所以才会有这种问题 这个家庭好像是除了财产的羁绊之外 好像其他很少 我觉得很疏离的一个家庭 其实我有时候在做諮商 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并不少见 我很多时候听我的当事人告诉我说 他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 后来发现其实他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其实还有其他的亲戚或兄弟 或是其他的人 可是他会觉得他都没有亲人 所以那种心理的疏离感 我其实会觉得这个家庭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议题 只是凸显在 现在凸显在财产上而已 那像我会感觉这个疏离的家庭 通常都有长期的负面关系 然后最后选择结束跟家人的联系 就是断的联系 断的连结 然后疏离是一个很长久 很冗长的过程 绝对不会是因为单一事件 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晚上 我跟你吵一个架 我们就从此这么疏离 其实不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从心理上 通常特别是亲子关系 不会因为某一件事情 某一个人吵一次架 那通常亲子关系会疏离到这种程度 以我个人的经验都是今年累月的伤害 然后把那个关系逐渐地消失 其实这个妈妈 她有把这个女儿写给她的一张卡片 拿出来给大家看说 你看我女儿以前还写这么样 非常长 女儿写一张母亲节的卡片给她 然后很感人 那里面有写了非常多 她对妈妈的尊重 她 妈妈是改变了她 就是妈妈的双手改变她写得非常长 然后我看那个女儿的字机 非常的工整像磕出来的一样 印出来的一样 所以我推论这个女儿 我从她的字机 我感觉这个女儿是一个非常严谨 自我管理非常高 自我要求非常高 她的字简得像磕的一样 那我们就不敢给你看我的字机了 那么的细 那么的细 然后她每一个都是一直祝她妈妈那么快乐 然后给她妈妈满满的很多祝福 那我想一个曾经这样写这样卡片给妈妈的人 何以后来会到我连临终 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都不要再跟你见上一面 因为其实在我会感觉 她在临终病房的时候 安宁病房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 因为根据医院的叙述 有心理师 有社工师 然后有护理师 所以我相信她在那个过程 也是有做心理智商 才会有心理师的一个介入那样子 所以通常在这时候 我们都会去了解一个人 她在人生的最后一礼路 她有没有什么心愿想要完成的 真的 要 她有没有什么 她有觉得她需要去修复的 所以有非常多人在临终的时候 会做一件事 就是会打开她的那个电话簿 像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朋友 她一个一个打电话 打给那个曾经跟她有过 不愉快的朋友 亲人 家任何人 她就打电话给她说 我这是我人生 我快要到什么阶段了 我现在住在安宁病房 那我很想跟你讲 多少年前 我们曾经发生一件事 我们都没有往来 我觉得很遗憾 我想跟你说对不起 然后我希望这件事就可以 那当然对方听了一定会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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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 大部分都会这样 很多都会在最后一个阶段 把人生所有遗憾的事 因为李瑶也曾经做这个事 真的吗 真的 李瑶在病床上 在最后的 他知道这个所剩无多了 然后他知道他以前跟人家有很多的恩怨情仇 然后他就找了一些他觉得应该要找来的人 大部分人都不来 大部分人都不来 因为很多人的讲法是这样 就是说当时是跟我结什么仇 结果你现在走了 你想要安心的走 所以就找我来 大家一笑名能走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类似这样 但是我就是会说 有些人他在临走之前 他想把在是这个所有的一个 不管是恩怨情仇也好 我告一个就是结 就是最后一个做一个结论 或者是说做一个 让我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离开 可是最后他就说 他跟他的妈妈已经这么久 家人这么久没见了 他也没有要见 然后好像他连最后的一个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方法 他也说你就 我希望我没有乖 你就帮我撒在哪里就好了 然后我想离开这个世界 我就就是我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个 就是祭拜或什么的 也不用再跟我通知我的家人 或什么的 所以我比较会鼓励这个妈妈 就是说我知道这一定对他很震惊 突然知道的时候 女儿也走了 前夫也走了 然后所有都走了 然后都没有说一声 那我这个可以理解 那个心理上的冲击有多大 但是我也会回馈给这个妈妈说 你也要思考一下 这样的状况是怎么形成的 你可能要去理解你的女儿 同理你的女儿 尊重你女儿的决定跟选择 因为他会做这样的决定 可能有他当时他觉得 什么对他而言是重要的 所以我比较会从这个角度 那另外一个 对于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怎么样去安顿 也许可以给我们很多 没有这么疏离的家庭 尽量避免关系走到这么疏离 我觉得他最后会这么疏离 可能有两个 我自己推论 这是我个人推论的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妈妈比较偏妹妹 比较偏心妹妹 然后最后他们两个相依为命 然后觉得你们两个相处得那么好 其实也不需要我 所以最后我觉得 我也不要再去打扰你们 我也不想造成你们的负担 我也不想造成你的遗憾 然后我就离开这个世界 安安静离开这个世界就好 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其实我台湾 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 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夫妻 夫妻关系告一段落之后 全部都是老死不相往来 连带的连孩子都不相往来 我希望这个可以打破 我们现在都不断推动友善父母 拜托 夫妻关系告一段落 父母关系仍然可以存续 不用说你只要去见了你爸爸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类似像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 多多的推广说 不要这么疏离 不要这么疏离 有一些前妻 你只要跟他讲到前夫的名字 他整个就 都贏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对不起 你的前夫 他就 前夫也不行啊 那我说要称什么 那个混蛋 我觉得好像是某一位来宾 之前来过 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铃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